回音 回音 我们可以迟一下 来,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的排位 因为之前那个位是有保理,提示 他没有知记,去跟这个愚迷夷台书 谈平文安 所以佛德和对这个佛祖勒孙乐 讲 他说,罗孝罗,你去给威慕杰, 这种威慕杰台书贪安,文字贪安。 这会去看病,去看病,贪病。 罗孝罗,真凶竟, 较死生,说说世纏。 我也没法付这个质疑, 来去给威慕杰台书文字。 我当然要说出理由。 为什麽?因为想到以前。 想到以前,我在皮子里生人, 有皮子里生来, 人家中指, 那中指的儿子, 来到我的住宅, 就很累,问我说,喂。 这个应该是怎样喂? 差不多这些,一般人说, 没有人这样, 如果没有喂,就没有毛毛, 变成这样。 都说,老兄道, 你是佛道的儿子, 为什麽? 你会生去嫁性, 王位的尊贵。 因为, 他们阿公是正凡王嘛。 你知道吗? 老兄道, 他们阿公是正凡王。 他们老婆出嫁, 当然他们说, 王位是他的嫁性, 所以他们会问这样。 你为什麽生去王位的尊贵。 你为什麽生去王位的尊贵。 他对佛道出嫁、 學徒。 那麽出嫁到底有什麽好处? 你才不说, 让我们听看看, 有什麽好处? 有什麽利益? 那麽, 这政�家人就说了, 我赸以佛道、 所交佑的法務、 向他们随便出嫁的公迹利益。 現在聽听看, 你會出嫁弦。 現在聽听看, 你会出嫁弦。 我就是跟他说, 出嫁的公迹的东西, 有的母家台书, 刚才我说的, 真正好, 有的母家台书, 就应该有心绝痛 如果我看起来 他知道什么人说什么法律 有更加急 更快出现 我们知道因为这些经常来的 很多这些问题都唯不及待出现 有这个心绝痛 我们听不懂 因为他是如来 所以变现其属心 都说了 你不应该只说 形式上 优秀的出嫁 和优秀的公得利益 有什么呢 因为心 没想什么利益 心不要想出嫁有什么利益 也没什么公得 这样叫做出嫁 知道吗 这就是无为、无上、无劳的追尊 我会说这样 因为在幽为法的法义 不得意 一切法里面因缘法 不跟优秀说 因为法义中说 有利益和公得的名称 这是很不得意 但是出嫁 是无为法 他无为法 会真实义 无对待 无名称 哪有什么公得利益 不及不足 不足 不足 主法本空 对不对 这样就没有什么利益的公得了 对于是 要不及一定会 真实义 情人 没有分别 心 也无所谓 在家 跟出家 在家 在家 無所謂在家跟出家 因為無所謂的 無為公益 所以今天我們慰無結 開始變在家最大的 聽見嗎 不理會這是隔水孫的月 你不懂得說 這樣我就學慰無結就好了 我這樣在家裡鄉修 但是我們學慰無結學不會去 我跟你們講真的 學不會去,真的學不會去 所以他們也沒有那個 兩者之間 他們就沒有心了 所以要離開六十二間 心處有不生不悶的結別境界 這句話很重點 有這種的心境 腳是地下 這個地下就是地徽下 所信受的 出生的性人所行之處 如果可以到這種的經濟 就是經濟的意思 比較有能力向福眾模 你看這樣差別多少 所以這種的經濟 可以向福眾模 不是一般的出家人 有可能的 可以來奪奪五道的眾生 五道應該是六道 所以是下去就收六道 其他五道 二生四輪迴之口 來奪奪五道 不但可以向福眾模 多五道眾生 我們可以清淨五道 有沒有 這經典裡面發生五道 六道 就是九道 天道 非道 法道 和福道 清淨五道 五道 五道 這個五道 就是這個 三十七道篇 裡面其中一段 一條 心力 正進力 念力 定力 和悔力 和建立五道 心金 正進金 念金 定金 和悔金 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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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他們 背化 如今 要 Fleisch 不抱負心 利益 受順 vont 付出 如 二 三 便 想 召喚 道 也能叫他一起反复 让他能明明,默素空 默素一空 这两句听到吗? 默素空 反复就是一默和一默素 再来做这些吧? 所以,不让他为默素和默素 来邀软磊心 磊心平静,主人全万 喜悦、庆安 不做一切的规则 如果真的可以这样 更是真的出家 有这样的水準 更是叫做出家 有时为无欺带书 又再跟这中央主说 说你们今天 刚刚好幸运 出世在佛道政法的中间 刚刚在佛道的旁边 我们人类最幸运就是 出世在佛道的旁边 我们知道 还可以问到佛道 所以他把欧乐 最后你们当座出家 他就把孤雷出家了 但是为什么 因为佛祀乱故 佛法乱故 佛祀乱故 尤其是 要注意 有时尊敬 他就不能生在佛祀林 有时尊敬 他就没有机会来听到政法 你怎么了解 所以他说这样 但是说了 这些主中央主 这跟自己主 你头前有这种主 你有自己主 有没有 有 主中央主 跟他倚靠 当声说 说技术 我们有听过佛道 如果佛祀乱故 没因准 是不可以出家 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 你如果要出家 先跟佛祀说的好 如果佛祀乱故 你们有借金 可以跟他借 你们不能远离 因为佛法 没有离开 远向 你知道吗 小孩还小孩 你们不能放下去 这样怎么没对 佛祀乱故 你们不能跟他借 这就是 这个困境上 你们的因缘 就没得到这种故障 所以一定 佛祀乱故 但是佛祀乱故 你自己说的 因准 佛祀乱故 佛祀乱故 了解 佛祀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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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祀乱故 佛祀乱故 你不能说 要出家了 三心佣祀 这样没对 参参 我就要出家 就离去出家 所以 所以 你先來說,這樣我們要怎麼用? 白毛就不慶了,我們要怎麼用? 所以有毛結代書跟他講,是,佛就有,這樣講過就是不對 但是只要你們今天快點發脾臺心,無上正正正,這樣就散了,散脾臺心 這樣就定義出家 至於你覺得這句話多好用 你知道嗎? 那個蘇豐西館如果發來,中生無邊西館多 你蘇豐西館發來,我說我將來絕對要做到三秒三秒 我告訴你,這樣來出家,他們就真金完美,真金成績 你們知道嗎? 這是一個好辦法 今天這裡都是中央主,他們都有錢人 中央就是在那地方有土地,有民望,還有錢,才可以請中央 但是因為為毛結代書說,你們快點發,無上正正正的心 金生絕對出家,他們就說,這就是重點在這裡 真佛道,雖然有這樣說,但是白毛說下去,來就陰鑽了,聽嗎? 所以他比較這樣教,你們如果是可以說無上正正正的心,就定義出家 因爲無上正正正正的心,就是說中落又要現菩薩道,要生一佛道 所以這個就是受古著出家 但是當初這三十二位長者主,都發無上正正正正的心,所以我不敢去陰為毛結代書,來給他探案 他不敢,他不敢 這提示的理由就出來了 提示的理由,他只要說出一個出家公頁出來 那麼這出家公頁,如果在他勒效勒所說的,有屬性公頁 但是為毛結代書是恰惡,不屬性的公頁 我們現在這個內容,我們一定佛法會這樣說 有公屬性到不屬性,有勒無勒,無為優位 當然這個要對屬性公頁,有優位的公頁先說去 這樣來陰鑽中心,讓他知道出家後將來我的公頁多大 這個理會跟公頁 現在來我們的社會,勒效勒惡中文 叫做勒效勒是印度的,域中文叫做勒效勒 這個勒效勒是印度的,域中文叫做勒效勒 這個勒效勒是基専的,就是說勒效勒明量的意思 譬如說月,負仁甘的這個分給他炸掉 這樣,那個叫做勒效勒明量 那是什麼原因? 他才會給他這個名字 因為他給這個名字 不是佛道好的,不是佛道好的 因為他佛道出家後,兩年勒效勒更出生 這段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現在我們有跟他說,阿修勒有四種 我想從這個公頁比較常說勒效勒,他的名字怎麼來 這四種的勒效勒 叫做勒效勒 叫做勒效勒 這個就是勒效勒,其中一種 其中一種 但是他不適合這個帝色天主 就是這個勒效勒 第二天的這個天人,叫勒效勒 那麼為什麼要勒效勒 因為這個勒效勒 這個勒效勒 這個勒效勒王 這個齁 他女兒 嫁得色天主 這樣 我們知道齁 但是因為他女兒嫁得色天主 那個勒效勒 那個勒效勒 這個勒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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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勒效勒 他會把勒效勒 他就頂著 就回到後期 後期 後期就倒閉 後期就不停了 就這個勒效勒王 聽了 現在勒效勒王 就押大隊去 玩家勒效勒 我們就去 後頭廚 兄弟 要來勒效勒 現在勒效勒 現在勒效勒 這個勒效勒 這個勒效勒王 就押大隊去 他去空中打了 記打都輸了 你知道嗎 晚上還要他家屬生肥 這一個勒效勒 他現在手勒 因為這個勒效勒 還有阿修洛 最高的阿修洛 他現在手勒效勒 對過 晚上還要打 那個勒效勒 還有勒效勒 他現在手勒 對過的勒效勒 把勒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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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個勒效勒 因為這個勒效勒 這個勒效勒 勒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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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氣怎麼會死呢? 天氣那些福佈比較少的人怎麼會死呢? 所以,日跟月都會全失, 不是雜日,不是雜月而已,是雜日這樣,都會接著 所以露氧露,出生那天就對了, 剛月熄了這樣,知道嗎? 真碰巧啦,所以, 比較好名叫露氧露, 原因就是在這裡, 你聽到嗎? 以前,文師傅菩薩出生, 現出國中的儀償, 才叫這個好名, 師傅菩薩出生,她裡面成功的東西都沒有去, 跟另外一個叫做空性, 我們教這個意思, 我們台灣也有這樣啊, 剛才孩子出生,剛才禮不生, 他就給他一個, 嚇在這個名字,這樣也有了, 我們知道嗎? 有哪有這樣, 各意思? 所以露氧露在他們老母, 叫做亞洲的 老母, 這人老母, 這人老母, 比較出生, 就是當時出生的, 就是佛杜生的那個, 佛杜生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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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 那一天老母就生了, 但是佛杜生的那個, 佛杜生出國之後, 兩年老母就出生了, 所以這兩年的中間, 讓他們這個媽媽, 亞洲得罗, 讓宮內的這些人, 自己的鄉, 都亞洲得罗, 佛杜生這樣, 佛杜生這樣, 佛杜生是怎麼說, 一般的人是十歲就出生了, 那是怎麼說, 你們老公就離開這麼久了, 你今天比較生, 對, 那總是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宮內的人說疑問了, 後來決定喔, 出生之後, 決定用火, 要把他們母女生收好事了呢, 但是他們母女在烈火的中間, 都沒有收到, 三口就沒有收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佛杜生的嘛, 佛杜生的, 佛杜生的, 那個佛杜生的, 所以, 這些人看到他們母女生, 還說, 佛杜生在烈火的中間, 這樣, 這樣比較發改了, 這個風波, 但是, 為什麼, 在他媽媽的目睹, 兩年,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因為, 當初佛杜生要出嫁的時候, 鄭凡郎有跟他說, 說不定, 你們太太有心, 你才出嫁嘛, 啊, 後來, 他在黏中, 在黏烈的裡面, 那些人, 當初讓他的太太有心了, 黏烈而已, 你知道嗎? 只要黏烈, 愛他太太就有心了, 這樣真的有心, 跟伯母要走, 所以這個原因是, 他兩年, 住在他媽媽的目睹裡面, 兩年, 這他們是太太, 小孩在目睹裡面很辛苦, 積住了, 還有, 洋水啦, 本殿啦, 都在旁邊嘛, 所以很痛苦, 腳都QQ, 那叫做太太, 一般, 佛杜家說叫做太太, 但是, 是什麼會這樣? 這個就是五分之三的天佛, 我們來和我們大家都要了解一下, 第一, 他落後落過去, 有做過國王, 但是國王很獨裁, 很獨裁的中間, 他有制定一個法律, 說獨角的人, 獨角的人, 獨角, 佩智佛喔, 不可以進到他的國境, 突破, 不可以進來, 佛杉甘借做這條法律, 所以造成一些獨角獨角形勢, 在山頂經過六天, 沒有吃東西, 這樣, 所以呢, 因為這點的惡因, 這個流氧流, 當初出現做國王, 那個國王死去之後, 就在地獄, 還在地獄起來之後, 還在想這六年台獄的報應,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這經典有些很大, 第一, 他做國王的時候, 有一些仙人, 仙人就是說在那個, 那個心臉裡面在讀書的人, 因為反到這個獨角, 反到獨角, 要求國王的民情參會, 主秀啦, 主秀的意思, 還在參會, 但是國王有答應, 這個仙人來到宮中, 可是呢, 因為這個國王, 他躺在這個獨角獨角, 讓這個仙人剛才在那裡, 等六日, 都沒有看到國王在仙人當中離開, 所以呢, 有台各人的報應這樣, 這是第二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呢, 過期世, 他做小孩的時候, 如果一身男舟, 那隻男舟, 當已經在酒缸裡面, 他的時候, 用一支酒桌在那裡, 把插口打進來。 那隻男舟, 當中六天的時候有事。 所以有六年, 台各的報應, 主秀, 會去哪個, 同步不可以去哪, 聽到沒有 这样而已。 那么,这就是以朗尼的这个科学,科兰。 那么这个洛昭露出的因缘,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佛生得了。 因为他生得不到洛昭露出生嘛。 那生得了两年。佛德已经生得了两年了。 这个洛昭露出生了六岁。 但佛德回到祖国,站在洛昭露出生, 在祖父的正欢王。 他在祖亲。 他们这些阿姨、阿伯、这些姓、 他们这些唐兄。 唐兄、唐弟,譬如说阿兰。 他们这些人,阿兰、阿兰德, 和其他在祖亲。 当然,阿兰德和洛昭露出生在台中。 但是,出生在台中后佛德, 电话一千位, 和洛昭露出生的地球。 这样。 这个洛昭露出生, 在这些一千位中, 他自己这样找找找, 就来到佛德。 他就这样跟本尊了。 真正是本尊, 要跟他混心, 混心是千位。 这样。 不然, 刚才来到本尊的庭, 不是宋七月。 应该本尊, 这句话是佛尊的意思。 佛尊,佛尊, 佛尊在发生里面穿本尊, 可以说。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 迷在本尊, 第二种用本尊。 这些有这种佛法, 在本尊的水分, 可以穿这样子。 我们知道, 那不可以华白, 自己买佛三回。 上人也不可以乱称呼。 上人是, 是法界中最伟大的人, 所以佛头叫做上人。 有的帝主, 请耶稣佛, 那是自己本身生的。 不然这句名称, 也不可以华白穿佛。 不可以华白穿佛的旁边, 有的帝主。 因为这句, 因缘的关系。 有没有? 描助动心, 辅助应该也动心嘛。 你听吗? 应该随着。 那就是无形的一种力量嘛。 所以佛头比较为无定。 无定之后, 他准备在政社里面, 六个就处理了。 那处理了, 不是做他的堂地, 因为他适合到他。 所以当佛头比较明明, 下理夫和目减连, 做罗昭罗的师父。 做罗昭罗的师父嘛。 但是佛头十代帝主, 罗昭罗是密兴第一。 你看看, 他是真正精神的。 所以叫做密兴。 密兴就是微小, 解兴都没犯到。 所以他的。 可以说。 如果说到密兴, 是比休保利更好。 这个密兴就是代表这样。 所以就是有三千随机至八万岁形, 没有一个人没有完美的。 所以佛头为了, 给他涉及哦。 到非所在这法法经里面, 他把它涉及说, 你有来世。 当地祝福, 得七八八如来。 頭腹佛法如來 他就是未來的 他生復的法律是這樣 那我佛特跟劉昭露說 你行業為某個文竊 因為有保理他不能生人文竊提示 所以佛特就跟劉昭露說 你去為某個家鄉台書談判 劉昭露跟劉昭露說 世尊我不甘人價比文竊 因為劉昭露聽到 世尊派他去鄉台書文竊 他就給佛特說明 他不能生人的工種 他說為什麼呢 所以吃好意念食食 屁押離聖共吃醋 來賀五所 啟秀祝禮 文五言 為劉昭露 逆佛吉祝 夏專輪奧為出家鄉台 再加一個鄉台 夏專輪奧為出家鄉台 夏專輪奧為出家鄉台 其出家鄉台 其出家鄉台 優和頂利 五正如法率出家鄉台 財町地 那麼這個專輪奧 因為佛法裏有專輪姓奧 那麼這個專輪姓奧 他福報 他運動有三十二相 你知道嗎 但是他大福報裏有這個論佈 這個論佈呢 他可以飛行空中 河發術或風 一天中間他四代補酒都走路 所以他名字叫專倫姓王 但是這個王,專倫王有四種 譬如說人生八萬歲的時候 那個時間就是金倫王出世 通帝宿代佈酒 譬如說包括東盛新酒、西湖河酒、南尖佈酒、北湖酒 那麼我們這個地球叫做南尖佈酒 我們知道,這個地球就是南尖佈酒 再給你們說明一下 這個虛空中,佛經的記載 應該這個是上面,這個是土里天 這個地方是樹田農天 現在這個下面我們這裡有樹田農酒 樹田農酒是圍繞,底下就叫樹米山裡面 樹米山裡面裡面呢 譬如說這個是我們的南尖佈酒 這個地方是東盛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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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是西湖河酒 這樣 現在這個地方是樹田農天 樹田農天 所以樹田農比較關樹台佈酒 但是去年還分一個東西南北 東北天、西北天、南北天、南北天、北北天 這樣只有四百三十二天 中間就是低色田農 我們這個南尖佈酒是由南天罐的 南天罐的 那西湖河酒更由 西湖河酒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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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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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嗎? 蘇田王這是五百年的秀名, 陶梨天是一千年這樣。 這個頭前就都說過了, 大概是這樣啦。 但是我們這個世間的仁修, 譬如南添堡這個仁修, 最大的仁修經典後有八萬歲, 後有八萬四千歲這樣。 我們知道嗎? 現在仁修八萬歲的時候, 金倫王出世, 他剛才有通締數代寶修這樣。 就是包括, 當成新修是五何修, 南添寶修,北有六修。 但是現在仁修還在降下, 仁修六萬歲的時候, 有金倫王出世, 他跟通締三修而已。 不知道哪一支通締沒得到, 我沒看到這個內容。 通締三修, 仁修四萬歲, 當倫王出世, 跟通締兩修。 那麼仁修兩萬歲, 替倫王出世。 替倫王出世和通締, 南添寶修就是我們這個地球。 不過現在仁修減至七十幾歲, 現在沒有全有王。 所以我們在這裡, 很多王, 你聽不懂嗎? 這個南添寶修, 有全聯合國幾國。 你知道嗎? 全聯合國都說, 有參加, 沒有參加, 有參加幾國。 所以每一國都有王。 所以這個時候, 就沒有這個替倫王。 這樣, 知道嗎? 沒有替倫王。 現在都很多王。 所以這個王, 這個專倫姓王有七報, 第一叫做倫報, 第二叫做最報, 第三媽報, 第四就是主報, 第五就是二報, 第六就是豬總神報, 第七就是豬兵神報。 這個專倫姓王有七報, 不然就是你們自己再去查, 因為這個律用還在寫, 麻布是什麼, 最不可以寫得太多了, 所以就沒有這樣寫。 那麼這個出家公益, 來, 我們現在來了解。 出家公益, 現在就是由屬性公益先了解, 來了解到那個無老公益, 現在屬性公益先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出家公益, 出家, 就是出家公益的生活。 修三文之正行, 這個三文就是修行人的意思。 外套的修行人, 我們叫做三文, 副地主的修行人, 我們叫做三文, 為什麼要出家就對了。 現在來的, 我們主要了解, 為什麼要出家。 因為這個第五三論有說這樣, 家者是煩惱的因緣, 付出家者為別顧慮, 故意婚禮。 因為我們在家庭裡面, 有各種的賣客屬, 有需要, 有夫妻, 有夫妻, 在家庭裡面, 有怕二孫子會帶來, 各種問題很多。 這個問題很多, 有地獄, 有貴, 有特性。 我們了解齁。 因為有這些東西, 在家庭裡面, 有很多煩惱, 有需要, 有不得, 有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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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煩惱帶來的因緣。 所以呢, 過疑婚禮, 這樣。 聽到嗎? 所以出家, 那些, 就要有救度眾生的帶緣喔。 記住了嗎? 雖然, 婚禮煩惱, 不過要發呆心。 所以, 當初佛道初出家的時候, 有立宿逢世間。 第一, 一元, 最眾生困惡。 第一哈, 困惡。 第二, 管獨眾生的學生, 那就是煩惱不明嘛。 第三, 管獨眾生, 一共生間。 第二關, 導眾生, 擔戶, 那就是困惡的, 包括, 佛道是, 立這個禁止。 這都是沾對, 導眾生的死條, 就是這樣。 所以金句, 現在來, 我之前有看過, 一本經典, 佛撒出家, 公的經, 裡面有誓明。 說到這段延告, 現在來了解喔, 出家的公的管, 哪裡龐? 佛陀在屁仔離國的方法 就是屁仔離國的方法 有一天剛才吃飯的時間 屁仔離國的方法 屁仔離國的方法 但是因為一位王主 屁仔離國的方法 現在看到這個王主 含宮路在那個樓口裡面 唱歌舞樂 下山被佛陀聽到 佛陀聽到他的音聲就知道 阿蘭你趕快去跟他說 這個王主他貪貌欲 他還七天就名中了 趕快去出家 如果沒有出家他名中 會堆下去 佛陀就跟阿蘭說這樣 但阿蘭放到佛陀的命令 去到這個王主營儲把睡眠也來 王主聽到之後 有時候堅持這種恐怖心 跟阿蘭說 說幾天我還七天 還才給我五六六天 放不離 說我就七天會死 不然我還七頭五六天 那七天我出家 出家了誰死 沒關係 我應該五六就五六了 我死也感冒了 這樣 以後就跟阿蘭說這樣 但是到七天 以前才講 早上就趕快去佛陀要出家了 出家了 出家了 我一枚一枚 天空前死 你看看 所以人家賣黑就是這樣 我就七頭還沒搞掉 人生擴斷 吉時五六 這樣 但是現在他死去之後 送死因災的人 扮之後 這個夢者的冠償 和阿蘭 從來清世佛陀 說世尊 毕落 陷納 陷納的BQ 他命已經中了 他的心色 先往哪裡去 就是他的六色 那個色神 他在先往哪裡去 所以佛陀比較阿蘭說 說這位 這位 現在他已經出家了 叫做BQ BQ他說 他下欲出家 一枚一枚 是情概果 因為他現在有情概 他離開這個世間之後 他會生生去 宿天 翁天 就是這個吉祥 那個中間 但是他做北天天主 會批三文 會驚 這個北天 批三文 是什麼人 就是離路車 他們爸爸 你知道嗎 北天就是離路車 離路車就是北天來 所以離路車是半生半鬼 因為這個宿天王 都總是半生半鬼 啊 頂管比較新 那個土地天比較新 所以他就去做那個 北天 披薩 披薩文的 兒子 但是這個世界 是收五百歲喔 但是他在那個世界 收五百歲 我們在那裡 那裡 那裡 五十年 那裡 一天而已 你聽不懂 所以他現在還在那裡 這位 所以但是他在那個 五百歲 命中後 會全生 三十三天 為地色主 現在 他死後 再提醒一戰 起到這個 三十三天 這個土地天宮 做地色天 做地色天的 驚 就是那裡 主人 但是收命一千歲 他又生去 雅摩天 都一戰一戰 就爬起來了 要說得到 這屬相說得到快 這個幸福 跟利益 就這樣 因為土地天 起去是雅摩天 所以他現在 又生去雅摩天 因為雅摩天 做雅摩天王 的兒子 王主 但是他在雅摩天 的收命是兩千歲 兩千歲 命中後 他又生去到十十天 這樣 半四千歲 命中後 又生去 叫做 六殿化天 當天王 當天王 的兒子 收命八千歲 命中後 當天王主 還收命六千歲 六殿化天 當中 剛才有 王來七番 來人間 在六殿化天 王來七番 就是來來去去 七番 但是後 這個 鼻樓 欠了 他一隻一枚出家 過 因為他有一隻一枚出家 所以 摩二十幾 都說 沒有對樓 第一架 有幾個特性 只有一枚出家 說得這樣而已 上生人天 上生天人 就是譚多了那個所在 這樣說 六六千年 收穫人主人 但是在收穫後 最後人中 最後還在處心做人 人生在這個富貴家 富六家就富貴家 但是他的財富 頂部都古重 他這個重年 就說重年過了 他對世間人看破 他出家 又再出家 這雲年已經有出家過了 所以從六四世出家來 這個出家雲年就比較古重 現在來之後呢 他 改法 因緣 比較像撇子佛 這樣 這樣就英文改團了 那個叫做 消性撇子佛 這樣了解嗎 現在就是這個公德就變這樣了 你看 那個福報這麼多 所以今天 我們自己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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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公德這麼多 屬性 那我就會記得 要清醒 主義裡面要清醒 這樣公德比較古著 完美 不是出家一個英文 不是替他太陽 替他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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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他太陽替他 這也有一個兄弟的壞點 所以我們出家人 有時候晚上睡一條民間 對這晚上 替他太陽替他 替他太陽替他 所以這個有兄弟 不是替他替他 我們知道 一定要清醒 所以有清醒 這個公德這麼舒服 又成就別人出家公德 他有什麼樣子 現在這兩下要跟我們說 自己出家公德這個 你如果成就別人出家 那個公德多大 你如果破壞別人出家 那個座位又多大 這個公德這些資料 這都有看到 要先讓大家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 阿蘭跟別人說 説説 説説 如果有人 放人去出家 放人 有的不放人 就要把他給他給他 就要把他給他給他 你知道嗎 如果有人願意放人出家 那個人如果是出家 任期所需 到底他得到多少錢 比如說他就放人去出家 他就已經出家 有的不放人 這個人 到底他不放人出家 放人出家 這個人 你們好生的女兒 如果要出家 花生的女兒去出家 這個叫做放人出家 這樣 那麼 如果是破壞別人出家 這個人 到底是嘴 怎樣 多大這個嘴 這就是 寄養 寄養 世尊 古人 所以這個佛道 比較跟阿蘭說 你很久 有百歲中 比如說阿蘭 你如果是一百歲 你問我這些事情 我也沒辦法跟你講到完 那個外國說得我也沒辦法跟你講到完 但是 除了嬸室的時候 半百歲 我今天 還跟你講一句 因為這個公庭也說不完 譬如說我八歲中,我再跟你說也說不完 所以現在他比較說這個人 譬如說榜人出嫁這個人 你們好前的女兒要出嫁 或是你們的小弟要出嫁 你給他鼓勵 時代人給他鼓勵 鼓勵時代人給他出嫁 你的公庭看多大? 現在要說這個事情 這個人形成天上人間 都當作孤王 真孤等都當作孤王 去到天上就天人佈 來到人間,是人間的福樂佈 那有這種三文法中 會讓人出嫁 就好能做出嫁人 譬如說你幫他掌握給他出嫁人 在生死中 他都會享受快樂 這種的快樂到底多少? 我摸一百歲 我要跟他講出你的福德 我也不可能講到後面 就是他在福德多少? 我講不完 是說阿蘭,你沒八歲 真相問我 你一百歲的生命 一直問我 我到立法 我要講這個公庭 我也講不完 你想想看,這樣多少 公庭多大 他講一百歲,講不完 所以佛德跟阿蘭說 有福友人 如果有人破壞白人出嫁人 現在就是說 相對這個好處和壞處 如果有人破壞人出嫁人 即使夾斷無人的賢財和壞處 等於什麼呢? 夾斷無量、無邊的賢財和壞處 和破壞三個月呢? 破壞三十七 做破壞法的那裁判子因 這是三十七大片 破壞三十七大片 幫助他裁判子因 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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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破壞出嫁人 如果 現在要說在座主義 我們已經聽到才會知道 如果主義 這個記念 如果有人要破壞出嫁人 應該先觀察 如希基蘇 他會說這樣 夾斷無人 現在紅光 協rics 是在座主義 就變得紅白 現在來 給他一個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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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生 這些 破壞人出嫁人 的這個 革命 對地獄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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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誠明 無賊獄的 我們聽到嗎? 受極出口 再下來,如果是做過特性 那種特性當中是沒有眼睛的 特性有幾種沒有眼睛 我知道青水魚有沒有眼睛的 那是青鎮的 如果特性有沒有眼睛的那麼多 他說,蠍相性夢 如果對著五個鬼中,五個鬼有哪些青鎮 所以受到三億的口,真久真久才能解決 如果生日做人,在他們老的目睹人 就差不多有哪些死神,目酒就沒了 就青鎮了 你有百歲,你如果是一百歲跟他問 再破壞出界的這個人,再發揮我一百歲 我也沒辦法人說到這座部,說到後 在四處中 抵到五個鬼,特性到人間 在這輪廣英文,輪廣是青鎮 我總不記得,出人當時 我沒辦法說出,說這個人 多久才能夠解決這個青鎮 這樣 為什麼呢?因為他 是非法的把人出界 所以呢,生就 人應該生就無邊的公益 但是他能透過這個現因、現得的因緣 所以他比較來受這個無量罪 那麼有這個中鎮人出界 所以在這個青鎮地匪中 為有解脱自然法國 若見出界,修持正解,出解脱處 那破他出界,跟他無償,跟他調染 或是跟他助緣 主委會記住 這個助緣就對了 他出界不順,你再給他助緣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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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助緣 你別人看不到就知道了 譬如說今天,有人是這樣 出界之後,就緣沒跟他順 也有人反修 那你反修你不可以再 你不可以逆風,讓他躲出現因緣 你不可以把他鼓勵,再回去你叔父 你知道嗎? 要鼓勵,你還回去叔父 總是自己,聽你,自己鼓勵 你怕就這樣離開 這樣不對 你不可以再再 人家說,疼、差 讓他悔還比較嚴 這種就將來抵到五個腹腎 無量驚,還要生命了 聽到沒有? 這個就是助緣 助緣出界的因緣發力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 人家說,陷風,讓他肺炎起來 這是很危險,這個人很危險 我們知道齁 那個人是說跟他照顧 還故意跟他這樣 讓他那個因緣發出去 所以我頭前那個對的 跟後面這個不對的 這佛就跟阿蘭尊者說的 所以我們的酒餅,不要說你自己的主路 你們的群眾還是處民的隔壁 如果有人那個因緣 就有時候要出界 注意 那個幫助他出界,說得這麼大 你看 行,生,天上,人間 在人間都做國王 還都會做天人 受人天的路 但是這個快樂多大 時間多長 因為佛就跟阿蘭說 我一百歲就說不完 只有幫助人出界,說得這麼大 這個屬性公益 這個是優惠的公益 但是現象公益這麼大 注意 如果是說阻礙人出界 或是說跟先鋒 給他一個萬里 我們千萬不能去破壞政團 在街上不要說政團的話 不可以一些入手 一些沒有營養的話 就說來說去 注意這個新聞會動 你們聽到嗎 這就是破壞營養 這就是破壞營養 所以公益大 高雷出界的公益這麼大 但是呢 幫助人脫離出界營養 的座部也這麼大 因為這個法座最大法 主要注意 主要記得 酒餅 如果有人剛才聽到什麼 人要出界 有人去做董 你趕快去做緣 給他生酒 聽到嗎? 不可以再 替他們老婆 老婆老婆有時候 撞車撞車撞車 你還替他們老婆老婆說話 沒有錯 佛道是說老婆沒有營養 不能出界 但是你最好 幫幫跟他的老婆說 說給他完美 這樣 你不可以說老婆 沒有營養 你不可以 這樣你就不對了 佛道是這樣 這個事情是對 但是今天我們要做緣 跟老婆說 這個出界 你還要這麼多孩子 怎麼要趕快 他們收福給你 你盡量鼓勵 你這個孩子 就有這個營養出界 你就讓他去 你家裡 還有這麼多孩子 你是在煩惱什麼 要幫忙給他出界 不可以再跟他 說 風南北 沒好沒營養 你如果不能出界 是啊 這樣你是做緣 結緣 順緣 你自己要考慮 千萬不可以 出界的人 有出來的食家 你還要說出界的 道中 不對的 幫忙 他管理道中 你的嘴角 就有得大 很要注意 嘴角也很大 那嘴角也很大 我們在嘲笑 不然 貼得下去參與 他們已經在 煽風了 那個營養 順向發展 這個佛道教 人們說得這麼嚴重 所以 如果營養出界 因為 雞是一種 雞 雞 雞 這裡裡面 我管一隻豬在這裡 哈哈 看有 這人雞腿是這樣 雞 蓋著都煩惱 但是雞 雞 像這樣 這樣 因為 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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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們人會鼓掌 不要談完事 幹 我說真的 我們當中就要完成了 但是出界要留心受傷 不能來裡面 咬咬功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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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 不然 心出界 心不出界 這樣也不正常 咱知道 咱咱 如果佛道教就這樣說 法義 就這樣 經典裡面就這樣 嚇一跳 如果佛道教就嚇到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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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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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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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